俄羅斯總統普丁9號表示 烏克蘭已經展開了反攻行動 不達到任何項目的 普丁指出基輔雖然所有反攻常識都宣告失敗 但武裝部隊的進攻潛力仍然存在 另外普丁還宣布了等相關設備 在下個月準備妥當之後 俄羅斯就會開始在白俄羅斯的境內 部署戰術合物 Word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嶄新視野